《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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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最大的條件 我跨過去我就可以了 每天大概就15-18米 去小小時間 去感充美國人的生活 我的目標不是去旅遊 這是為了宣傳香港的事 我的水泡是很嚴重 我真的是久了不行了 有一天敲了大概40多次的門 都沒有人比我 有時候就會很灰心 那麼辛苦我都願意傳到一個訊息 希望你們可以多多關注我 這是香港的事情 不用關注我 你關注香港就可以了 如果我每一天都可以跟一個美國人 講香港的事情 我就已經葬到了 一定每一天都要跟著自己說 我要堅持堅持堅持 為什麼你會選擇要走路去邁阿密 你打算全程都走路嗎 有很多人都跟我說 你可以帶單車之類 就我就覺得說 如果我踩單車的話 有時候你經過一些人 你不可能跟他 可以慢慢地聊天之類的東西 如果我慢慢走過去的時候 雖然我的時間會比較長 雖然我的時間會比較長 可是我見到的人會比較多 可以跟他們聊香港的時候 也會比較多 還有我覺得踩單車 普通的美國人也會這樣做 因為我在走路過去的時候 我常常看到 在我去紐約的時候 就常常有人跟我說 我現在在德州去巴士頓之類 他們也是常常會有 那個踩單車的活動 就是跨州之類的旅行 就我就覺得不夠幸福 就我就覺得好像沒有什麼 很特別的原因 就是告訴美國人 就是我那麼辛苦 我都願意去走路 去傳達一個訊息給你們 希望你們可以多多關注我 就是香港的事情 就是不用關注我 你關注香港就可以了 那這趟旅程 為什麼你會選擇 邁阿密作為旅程的目的地 沿途你有沒有打算 在哪些地方做停留 我當初不是選擇邁阿密的 因為我當初是打算 是走過去西岸的 可是因為我走過 我現在如果我是八月走過去的話 我大概要走六到四個月 那之後的天氣就會不穩定 因為冬天快要來了嘛 對吧 就我的朋友就跟我說 你不如找一個比較近的距離走一下 像那些久了十天就已經好痛苦 你不妨找一個比較近的距離 你就可以慢慢調好你的身體 那個舒適之後 夏年才走吧 之後我就選擇 不如我就去邁阿密吧 邁阿密也就是一個大城市 最後也有很多來自不同地方的人 我就覺得走過去也可以跟他們 聊很多香港的事 最後我上一次因為我是走得很急的 我大概每一天走二十八到二十五 mile 之後我就覺得好像跟人家聊天的機會 或者是感受當地美國文化的時間好像比較小 所以我今次就會把那個時間再拉長一點點 就每天大概走十五到十八 mile 不會去一個大城市 我習慣去小城市 去感受美國人的生活 就如果我有一個小時候會特別喜歡的話 我可能會在那邊待多一天 就去當作是感受文化或者是旅遊之類 也會去跟他們聊一些香港的事 當然會 可是長時間停留我就不會 因為我打算就是去了馬拉米 我大概就只會待一天 我就會回來 對 因為我的目標不是去旅遊 就是為了宣傳香港的事 所以我就不會待太久 這次的旅程有沒有邀請朋友和你一起同行 為什麼最後還是決定要一個人獨自出發 沒有錢 就是求不到 所以他們就放了吃 可是我覺得 這個是我的目標 我不可能說就是沒錢就不去走 因為我從來不是因為有錢我才做 這個走路不是我的工作 這個是我願意為香港付出的一個東西 所以沒有錢我都一定會做的 前段時間你曾經走路去了紐約 和我們說說那一次的經驗 那你覺得那一次的旅程當中 有沒有達到你想要的目的 途中有沒有遇到什麼挑戰 去紐約那個過程當中 是我覺得我來到美國做的最有意義 而是做的最對的事情 這個所以才讓我想去走到西安 所以現在是想走一圈那個美國 就是因為那個紐約之類的 才會讓我想這樣做 為什麼呢 因為我當時走過去的時候 之前我準備一下 之後我就在想 如果我每一天都可以跟一個美國人 講香港的事情 我就已經脹掉了 可是原來不只單單一個人 因為我走過去的每一天 每天都有很多美國人都會問我 你什麼事啊 我每一天都要跟五個人 跟他們講香港的事情 15分鐘也好 5分鐘也好 20分鐘也好 30分鐘也好 就是我的目標 65天左右去到美安米 只要我去到美安米的時候 我應該會待一天到兩天 我都會坐廢製回來 第一次之後去繼續做我現在要做的遊說的工作 對 還有要回來賺錢 就是全錢去為我下一段旅行出發的金錢準備 對 一直做吧 如果我走到一圈的美國還不夠的話 我可能會走到全世界的一個民主的國家 一起都會跑一圈 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一些香港的事情 比方說就是有一區 我真的是大概我走到第四天 有一區有一個大樹 拉著那個可以坐上去的那個車子檢查 之後他問我什麼事 之後我就跟他講 我是去走路去紐約 之後我就專門香港的事情 就跟他說 之後他就說 你現在等我一下 我撿完槽之後 你等我 你在我屋子裡面 外面等我一下 之後我就很害怕 因為他穿的也不是很好 就是一個擺式的T恤 之後很僵的 之後我就很害怕 他會把我怎麼樣了 可是他竟然說到 然後我又不好意思說我不要去吧 之後我就在他的屋子外面等待 之後他就很nice 之後他跟我說 你等我一下 我的老婆出來跟你 你可以跟她講你香港的事情 我就覺得很敬愛 之後他老婆就把我邀請他到屋子裡面 他的老婆是一個務司 他老公是一個老師來的 之後我就跟他說香港的事情 也分享我在香港的故事 或是我離開香港的故事 之後也給他們看我的新聞之類的東西 之後他就覺得 那個笑臉就是我 就是很驚喜之類的 之後他煮了很多東西給我 就是Dried potatoes之類的東西 還有他養雞 就有給我雞蛋之類的東西 所以我就覺得很warm 所以我就覺得 反正我每一天遇到一個人 我就這樣了 我現在可以每一天大概遇到三到四個 或者是五到六個 就是五六倍了 對嗎 所以我覺得很有意義 如果你說挑戰的話 就是我的水泡 因為當時我的水泡是很嚴重 我走到第一天的時候 已經發了很嚴重 之後第二天我腳傷 我真的是走得不行了 之後我有一些去敲人家門 問他可不可以 就是他沒有理我的 我是在他的CCTV 還有他門外想求救 之後他沒有理我 之後我就好灰心 找到他屋子外面坐了 之後就有一些人走過來問我 什麼事 為什麼要坐在這裡 還有為什麼要去敲他的門 之後我就跟他說 說我在走去紐約 我現在我的腳的水泡是很嚴重 我現在走一路我都沒有辦法 之後我就想要一些初衛的用品 就是腳步之類的消毒的 幸好他們就有一些人就給我了 我當時收拾一下之後就繼續走路 可是原來我當時敲門那家人 原來他報警抓我 之後當時我就給兩兩的警戒包圍住我 之後他們就問我在幹嘛 就為什麼要敲人家門 之後我就把我的事情 我為什麼要敲他們門 我就一一說起來 之後他們就跟我聊天的幾句 之後他就放我走 我就覺得已經是很好的 對 我有一天敲了大概四十多次的門 都沒有人理我 我有時候就會很虧心 可是條件就是怎樣 你一定要一定每一天都要跟著自己說 我要堅持堅持堅持 有時候我水泡太痛的話 或是我每一天都很早起床嘛 就是四點鐘起床走到五六點 就有時候我大概走得很累的時候 我會把我的手機拿出來 放那個熔光 就要我會跟著唱就一直哭一直唱 唱完之後我就覺得好像真的是給我力量 就讓我一直堅持 就十天就每一天我就會聽三次那個熔光 就keep going 對 所以就我覺得堅持是我最大的條件 對 所以我跨過去我就可以了 那這一次的旅程大概是紐約旅程的五倍左右 那你有沒有預想到可能會遇到哪一些挑戰 那另外你覺得像是你的體重或是肌肉比率啊 在這趟旅程結束之際 你有沒有預期可能會增加或是減少 上一次我走過去十天嘛 就每一天都沒有吃太多東西 太多的東西 有一天我記得是整天都沒有吃東西的 因為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買 就有一次我就cham 就跟人家說我可不可以在你家買東西 他就給了兩個東西給我吃 所以我覺得其實會準備好一些食物 所以我買了比較大的袋子 去就是預備我要吃的東西 這個是我第一個條件 就還有就是因為你剛才也說過就是五倍的旅程嘛 就是危險會比較嚴重 還有可是我也做不了什麼準備之類的 就可以讓我的嘴巴跟他們講 我是在做什麼希望美國人可以respect我 就不要傷害我之類的 我就希望這樣了 就還有就是我的Gia之類的東西 我現在我也準備比上一期更多 所以我就希望不要發生太大的變動 如果太大的變動 只會增加我走路過去Miami的痛苦 可是當然的痛苦我永遠會堅持 所以就要再一次好演我的堅持一個能力 對 可是我每一次想到香港的時候 我就想到我在香港的手足的時候 我就會回舊 最後這個也是我願意走下去的原因 就是我覺得我是逃兵嘛 我虧欠了他們 最後我現在做的一次就是為了 我當初離開的決定 我沒有陪他們一起做了 或者是一起去面對在香港的一個困境 所以我現在做的一切就是為了裏補我當初離開的決定 對 所以這個也是希望在走 因為我的目標是走一圈美國嘛 我希望可以讓我在這個旅程當中可以放下一些東西 重新出發 就這樣我感受到 這是來的美國 我到底是為了什麼事要去到美國 不是為了離開香港 避開一些事情 我是來的美國 是可以有東西可以做的 我希望我可以找出那個答案 讓我的內疚心情可以減少一些吧 來到美國半年時間 會不會想念香港 有沒有特別想念香港的什麼東西 我想念香港的只有三件事 第一件就是我的手足 我每幾天我就會想念他 第二就是想念我在香港幫助過我的人 我感謝他們 就有時候因為現在香港的情況 我也會很擔心他們 可是我知道我不可以做到什麼 可是有時候我跟他聊一下我在美國的事情 一來就可以讓他們安心 二來就是說 希望就是可以減少他們在香港一些壓力吧 就有時候如果他們太忙的時候 我就不會跟他們聊一些我不開心的事 對 第三就是我的家人啊 我的狗啊之類的 我也常常想想念 我又不想念 我首先想想見 我下一個地球 今天就想想了 因為在往南 我跟我們想想想去 我深刻做一遍 又想說 我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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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